别碰我 11月29日上午 有网民发布视频称 28日上午 陕西咸阳阳陵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内 发生学生持刀伤人案件 其中两名学生被捅伤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 两名学生躺在血泊之中 而一位女同志正在受伤学生旁大声呼唤 让周围人赶快找个医生来急救 而一群闻讯赶来的男生将疑似行凶人员合力制服 压制在地上 在事发后 有安保车辆赶到受伤学生所在位置 并有安保人员出现在现场 11月29日 学校回应称 学校正在加紧调查处理 伤者已经送医 目前不清楚 有无生命危险 29日中午 杨宁示范区党工委宣传布新闻科 一位工作人员证实 28日上午 杨宁职业技术学院内 确实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并且当地公安已经介入调查 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我们这边掌握的信息 也并不是很确切 只能等待公安局出的信息后 才能知道一些详细情况 对于行凶人员身份 受伤学生目前状况 该工作人员则表示 目前还不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